其实我跟警方会出问题 是我们俩自己的事 你怎么就这么冲动啊 这离婚多大的事啊 你是不是太草率了 就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 傻 怎么留后路啊 用时间换空间吗 时间可能确实可以换来婚姻的一些空间吧 可是 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 再也回不来了 她跟简放也离了 我以后真的别再相信爱情了 笑笑这离婚是挺容易的 你到了那儿盖个章就完了 可是离完婚呢你自己想过吗 今后怎么着啊 什么怎么着啊 我不是还有一个爱我的老妈和儿子 我不是还有你们俩吗 再说我跟简放说实话 这辈子也求不了干系了吧 再怎么说 她也是丹丹的爸爸 所以 她还是我的亲人朋友吧 来了来了 你俩能不能别愁眉苦脸的了 一罐什么大不了的 干一杯 举杯啊 不是有首歌吗 叫分手快乐 你们别这样看着我行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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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惹她 蛤 全世界都不要你了 还有我们春菱啊 对呀 是吧 大不了 我娶你 谢谢 喝酒点麻药 看现在喝出来 妈 你要把自己憋坏啊 妈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幸福 幸福 幸福 再来远远陪着你 好吧 我们幸福每一天 幸福给所有人看 对 好不好 好 行了 别郁闷了 有的时候两个人分开啊 比在一块儿互相折磨要好 你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当年啊 林笑笑和检方谈恋爱的时候 多少人羡慕他们 金童玉女 般配得不能再般配了 后来 在林笑要嫁给检方的时候 检方真的什么都没有 没有婚纱 没有婚礼 检方那才真的叫一个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 林笑也就嫁给他了 他们俩是怎么分开的 我不告你了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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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方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什么样 得不到的 永远都是最好的 得到了就不珍惜了 有吃无口 甭管自己老婆对自己多好 对自己多忠贞 多么爱他们自己 外面又是诱惑了 根本就经受不住 白素是谁不要啊 白给的我就不要啊 给我多好的我都不要 你就吹吧你 我就是喜欢和我心爱的女人 一块儿慢慢变老那种感觉 那就是我遇人不输喽 我以前遇到的每一个男人都是渣男 一个比一个渣 那照你这么说以后你还不相信爱情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 你信吗 我问你呢 我最好的姐妹儿都已经离婚了 我最好的姐妹儿都已经离婚了 让我还怎么敢相信爱情 你知不知道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女人 我觉得肯定得有点物质基础吧 房子呀 车呀 存款呀 北京户口 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你可不好说 房子 车你都有了 存款你也不缺 好身体 身后不早了 我早了 你干吗呀 那你到底需要什么呀 我最需要的是安全感 你给不了我 你不给我机会 我怎么给你安全感 没人能给我安全感 你看 你 你别走啊 床我都修好了 都你玩的 只要自己家才是最安全的 只要自己家才是最安全的 奶来了 孩子死了 我不是自己家才是最安全感 们 这次作者 监总好 康总好 以后叫我简放吧 好不好 那怎么能行呢 之前你是我的老师 我必须要尊称你为老师 现在你是我的上司 所以我要叫你 简总 听你的 行吧 简总 我把设计部的项目整理了一下 您一会儿记得过目 另外呢 十点半的时候 我准时过来通知您一起开会 职场女性的衣服很适合你 漂亮 能被简总夸奖 真是难得 怎么样 喜欢我给你布置吗 挺好的啊 谢谢 像花链啊 那你怎么感谢我 你想让我怎么感谢呀 这 全是人 墨里都能看见外面多少人呢 人多怎么啦 我就是要让别人都看见 回家谢 行吗 回家谢 十点半开会 我 让我们一起欢迎 公司新来的设计总监 大家好 谢谢 请坐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简放 听名字就应该能听出来 我这个人简单奔放 你们别笑啊 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 咱们的身体越来越放不开了 我们的思想还是越来越沉重了 所以我们更应该让自己的心简单一些 工作可以辅导 叫吴总 那是太不容易了 本来呀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想着当分拜访 毕董事长还有市总监 特别不凑巧 那时候公司来了个电话 临时有事把我叫过去了 我这次来就想就 咱们这个任务书当中的一些疑点 做一些详尽的沟通 免得到手走完路 吴总做事就是细致周到啊 都江水岸这个项目的竞标 是我们JK建筑事务所 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这里呢 我也代表公司表态 这个项目我们志在必得 好 好 那我们一起敬吴总 预祝我们这个合作项目 圆满成功 来 吴总 来 坐 大家都随意啊 毕董事长 我想请您在这段期间 能不能给我们排除的那场 师傅 我怎么听说你把那林孝孝给炒了 消息够灵通的 炒对了 那工作能力暂性不弱 就工作态度 那就不对 林孝孝这女孩 她其实还不是态度 不好意思 您刚才说的是 林孝孝 林孝孝 你去香港美临证券公司实习的事啊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 那个你周末有时间就回来 没时间我们就过去看你 好不好 怎么了 爸 不开心啊 快走啦 快吃吧 让抱抱抱 一路平安 换上事给爸打电话 听到没有 走吧 爸 走 来 我 我来 孙船 一路平安 回去吧啊 到了给爸打电话 赶紧走 公司等我开会 来不及 这么着急啊 走走 快点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您好 石总 用我的咖啡豆 水温九十三度 中度淹没 五七湖 谢谢 对不起 石总 我们这 不接受客人提供的咖啡豆 做完这杯咖啡 跟我走 咖啡豆 真的很剩 对不起 安 剩下 咖啡豆 不ان 缘 咖啡豆 咖啡豆 争质 儿子 拜拜 四川 你不是回美国了吗 我决定不走了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不给我大杯酒 我看你还没喝呀 就开始说醉话了 我怎么说醉话了 你不会觉得我想跟你在一起 是心血来潮吧 不是心血来潮还是什么呀 你本来就是瞎胡闹 我喜欢你我怎么胡闹了 你没回美国去 你家你知道吗 我干吗让他们知道 我又不是小孩 我有权决定我的驱留 他们要是不管你我管 明天你就回美国去 好好读书 对不起尹先生 你不是我爸 你没权这样跟我说话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那我只好下读科令了 干吗呀你 我都来了我就没想走 别敢我做梦我不走 你到底想啥呀 我的小姑奶奶 你给我编个魔术呗 你看到从一进来 你就没给我好脸色 我要让你 像我爱你那样爱我 说你爱我 说吗 这话我说不出口 我说不出口 说你爱我 拜拜 不出口 你听我说吧 你跟我女儿年龄差不多大 你看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那有什么不能解释的呀 你要不好解释 我去解释 反正我们一样的 她要是不能理解你 总能理解我吧 你去看 这是什么回事 这正在哪兔啊 会不会抄二进宫啊 会不会抄二进宫啊 自己坐 好 刚才看见了吗 助理的位子空着呢 一直给你留着呢 我 其实公司呢 还是认可你的能力的 所以我给你争取到了一个 将功赎罪的机会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现在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笑笑 你不会想在那咖啡馆里 给人泡咖啡泡一辈子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要找一个 比我称职的助理太容易了 是 我要找助理当然容易 但是要找第二个林笑笑 就没那么容易啊 实话告诉你 这次我能跟公司争取到这个机会 让你回来 还有这个原因 古今地产的总裁 吴立强 可是我不认识他 他原名叫吴立强 树立的利物 吴立强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东南的吴立强 你大三那年跟他一起参加过一个 绿色家园建筑环保夏令 对吧 没想到吴立强居然是他 我记得有一次他栏尾炎发作 还是我跟我老公把他送到医院的 那次还挺严重的 他栏尾都穿孔了 医生说要是再晚到一点 他连小面都保不住 可是他不是被保送去英国建桥了吗 后来就留在英国了 人家现在学成归来 摇身一变成了古今地产的总裁 这家伙真有出息 他可是对你推崇被制 一直说你是大才女 我是什么才女啊 我跟他比例差太远了 笑笑 这个吴立强 是我们建筑事务所 能否拿到都江水岸这个项目的关键任务 现在有了你跟他的这层关系 对于公司来说 是一个大大的利好消息 你们不会想让我当间谍吧 这任务可太艰巨了 这我可做不了 你还是找别人吧 你是不是商战电视剧看多了 没人要你当间谍 这名片上有他的电话 你晚上可以请他吃个饭 在精服会的包间我订好了 费用这边公司来出 那我们也要保护 我想当家们在这儿 就在这儿 然后就把你问了 我都想不想对你 我不是大事 我不认为你 我就是你 就是不认为你 你多拿 quick 我找你 我买你 你怎么说 我听说 我记得这是不是就原来那个街道大食堂是吧 对 你的记性真好 这就是以前我们常来的那家餐馆 后来呢 是被我一个同学的父亲一个承包下来了 现在开了这家饭店 生意好像不怎么样 原来挺好的 后来装修了一下 该走高档路线了 就不太好了 但是其实菜做得特别好 这是挺可惜的 菜来了 这道菜啊叫酥焖带鱼 我最喜欢那酥焖带鱼 菜你一定要尝一下 谢谢 这是我们当年最爱的一道菜 是吧 如今呢 好 这道菜在菜单上已经有了 好多年都不做了 快尝尝 好 看看是不是你们当年记忆那个味道 肯定是 谢谢叔叔 你真没给我们做的 我从小到大都吃不一样 好吃啊 就多吃点 今天这餐饭呢 算叔叔的 绝对不行啊 那我们从小到大 老在这蹭吃蹭喝的 今天还吃八碗餐 绝对不行啊叔叔 不管你们长多大 在叔叔眼里啊 永远都是孩子 难得 你们还惦记着叔叔这道酥焖带鱼 好 敞盖吃 晓晓 我就不招呼你们了啊 多吃点 谢谢叔叔 谢谢 多吃点 好吃 跟原来一模一样啊 我记得 我们最后一次在这聚餐的时候 大家全都喝醉了吧 一个个全都扶着墙出去 我都断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是四个人 还有一个张克苏 是吧 对 张克苏 那天喝多少酒啊 两相 记不清了 两相啊 我都全段片了那天 我都记得那个张克苏啊 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 扶着那墙 没完没了的 就唱那个那个 同桌的你 喝叙叙叨叨叙叙叙叨的 这走遍千山万水啊 还真就是觉着 同学最亲 最难忘的 还就是学校那点事 来 来 找一个 告诉你啊 什么呀 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 我什么 还是还天天在学校就 我 刻苦学习 别扯 别人都谈恋爱 我那会儿 为人师表 我上学四年 我任劳任务 兢兢业业的 晓晓你说 我最相信你了 你是一个最公道的人 是吧 我当时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吧 反正 我当时记得 我帮你递了封信 你在那个信里头是什么 我就真的没有了 冤枉啊 我这 那信封里是什么呀 我摸了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 你什么呀 CD 我去你 我去我去 我去一边带着去 什么时候 晓晓学坏了啊 现在你也是张嘴就来是吧 见到吴立强真是感慨 没想到在别人的眼里 我们曾经是一对金童玉女 模范夫妻 一会儿你怎么走啊 打车走还是坐地铁 这段时间我一直睡不着 总在想 我们一起走过的路 是我太没有担当了 我一直躲在学校里 逃避责任 逃避现实 你呢 一直一直在包容我 一切都过去了 珍惜当下吧 我进康瑞地产了 你还是辞职了 没有 康乔答应我两边监着 我呢也想看看我 到底能不能胜任 如果不行 我就回去好好做我的学问 那也挺好的 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干 我去打地铁了 我先走了 小晓晓 你今天很漂亮 谢谢 你晚上啊 就睡我女儿的房间 不过她的东西你可别乱泡 弄乱了我可马不回来 她回来又该说我不尊重她隐私了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一身臭毛女 这床单被罩也是我刚给你换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牌子 我哪知道你喜欢这牌子 就是我女儿喜欢这牌子 不就买来了 我这次飞行啊要走五天 你正好用这五天时间呢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相信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知道该怎么做 你可不要高估我的智商 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你也别低估了我的定理 我隐千佑是个有原则的天蝎座 被一个天蝎座爱上 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要是爱上一个天蝎座 他不爱你 就是全世界最悲催的人 看来你还没变啥 你过来 吃的东西呢 我都给你准备齐了 真的啊 你看看够不够 我看看 那么多好吃的 那对了啊 我要提醒你 睡觉之前啊 要检查一遍所有电器 我可不希望 五天之后回来家里烧个大窟窿 你怎么那么贴心啊 我多大岁数 好了 时间来不及了 再抱你一会儿嘛 你晚上睡觉要是害怕的话 就让小天天来陪你 我睡不得你走 好了 真的要走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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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给你做的早餐不错吧 你可以啊 你现在为了尹千佑都练到这个份上了 是 你知不知道尹千佑最吸引我的是什么 什么呀 就是他真人君子的风度 你什么意思呀 你的意思是 他到现在还没有 当然没有了 那总有吧 没有 那叫什么谈恋爱啊 这怎么就不叫谈恋爱了 这恋爱多纯粹啊 多深刻啊 得了吧你 你太肤浅了 像你这种小女生 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 我追求的爱情是那种 灵魂之间的碰撞 那种感觉 知道吗 你啊 天上一角地下一角的 我都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的你 你跟他同居这事 你爸知道吗 干嘛让他知道 这我自己的事 那你就准备被他金屋藏胶 这么一直藏下去啊 那有什么不可以 那你的学业呢 学业诚可贵 事业价更高 入味爱情雇 两者接口 疯子 你们这些有钱人家的小孩 到底有没有人在管啊 我看你就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了 呸 我们家千佑可不是牛粪啊 我们家千佑是 珍贵的松露 还我们家千佑呢 我看你啊就是一头猪啊 那只有猪才知道松露在哪 那我也要做 全世界最幸福的小猪 你做你幸福的猪吧 我来不及我上班去了 下班再来陪你啊 干嘛呀 我做那么多好吃的 你不吃完啊 不吃了 减肥 你怎么浪费啊 好 好 一大怪 一大怪 你谁呀 你谁呀 你怎么进来的 我 我有钥匙 我怎么进来的 这心脏面可都是吓出来的 谁呀你是 我是尹千佑女朋友 我怎么没听她说过呀 你等着 千佑 不是你这 我跟你送东西来 你这儿有一个黄头发小姑娘 说她是你女朋友 不是我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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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知道 你是谁呀 她没告诉我我是谁呀 我是她老婆 你以前又不是都离婚了吗 你是她前妻 你 怎么回事啊你 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什么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是恋人人 你多大了你 我十八岁 十八 你十八岁 十八岁那年少 十八岁今年少 你什么呀你啊 复读妓妓啊 我就十八岁怎么了 你知了隐情有多大岁数了吗 五十 六十 不可能七十吧 她多大呢 跟我们相爱有什么关系啊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男人啊 越老越有魅力 真的 我都不嫌弃她年纪 你有什么可激动的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这好像没必要向你汇报吧 你们都离婚了 你怎么还有她家钥匙 我不仅有她家钥匙啊 而且我告诉你啊 这个地方我想来就来 我想走就走 法律上你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你凭什么想来就来啊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可是小姑娘你要永远给我记着 尹千佑 是我女儿的父亲 没错 她是你女儿的父亲 可你是她的前妻 但是呢 我现在是她的女朋友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是女主人 我怎么知道 我们来 给你 我去 我去 可以 你不要去 你不去 还有 我要把设议不支撑我的架 你干吗呢 没事 老毛病 又不转了 又不转了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吗 又不转了 没关系 休息就好了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扔了 汪姐 你干吗呀 汪姐 你 你干吗跟机器过不去啊 谁惹你了 笑笑 我觉得我就是做人太软弱了 给别人一种假象 别人以为谁都可以骑在我脖上 想怎么整我就怎么整 我想怎么欺负我怎么欺负我呢 老虎不发威拿你当病猫 太欺负了 谁欺负你了 谁欺负你了 我 我帮你打打架 看看你自己什么岁数 我玩风流 你不怕闪了腰啊 人在做天在干部知道吗 欠了债你早晚是要还的 好了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啊 把自己气坏了多不值啊 来 来 来 别生气了 消消气好不好啊 没事 消消 你忙吧 我一会儿就好 王姐 欢迎光临 施总 出来一下 有事跟你说 施总 怎么 必须得让我三顾茅庐啊 你约你谁啊 祝个亮啊 为什么没有去我给你订的餐馆 我只是觉得老朋友聚会聊天 没必要去那么隆重的地方 太隆重了 反而显得生分了 所以我带吴总去了一家 我们过去常去的餐馆 点了他最喜欢吃的酥闷带鱼 大家还挺开心的 吃完之后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你 我又不是您的助理了 我干嘛要给您打电话 林晓晓 你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我知道 我失去的是一个进入一流建筑事务所的机会 可是 我是匹诺曹 我真说不了谎 我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呢 谁让你说谎 我让你说谎了吗 我也只是让你去打探一下投标内幕而已 其实我觉得以JK的实力 和石总的知名度 真的没必要搞这种小动作 这不叫小动作 这叫知己知彼 我们昨天关顾了 喝酒酗旧了 我没问他关于投标的事情 我也不会问他这些事的 石总 我跟您说了 我当不了间谍 您要找别人吗 你怎么就那么倔啊 就不能变通一下吗 可是我这就是性格呀 变通不了 石总 如果 您真的觉得我合适 能让我回去给您当助理的话 我感激不尽 不过 您只是想让我给您打听 独江水案的内幕 让我当间谍的话 我真干不了 那我先进去了 您等一等 算我请求你 林晓晓你是一个有天分 而且有追求的设计师 你不应该把你的天分 挥霍在这咖啡馆里边 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这样的人才 他也需要公司这么一个平台 来施展你的才华 好 现在我时光 以我个人的名义 请求你 请你回到你的岗位上面 请你回到我 助理的位置上面 可以吗 那是不是不用当间谍了 好 去给我准备咖啡 好的 走 帮你走 找着 早 谢谢 施总 给我把这份材料打出来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对了 欢迎回来 好 亲爱的 你终于回来了 真帅 怎么回事 快过来看一下 我给你布置的新家 喜欢吗 真是山中乌老虎猴子称大王啊 你这小孙猴子趁我不在 这是大脑天空啊 喜不喜欢 我客厅那些东西呢 扔了 什么 扔了 那些东西都有你前妻的味道 我就全给扔了 康思春 你怎么能随便扔我的东西呢 你知道我给你买这些新东西 花了多少钱吗 我知道你有钱 但是你也不能自说自话 你这我的东西啊 你这太过分了 没你这样的 这都什么啊这啊 你把我这当成女生宿舍了 还是幼儿园啊 干嘛呀你 我女儿的照片呢 我女儿的照片哪去了 我都收起来了 怕你总拿你 我跟你女儿做比较 你还收起来了 快快快快 拿出来 快点啊 你那么凶干嘛呀 都在这儿 好了 对不起了丫头啊 你还是走吧 你干嘛又要赶我走啊 你再不走我就疯了 我怎么办 我不走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好 好 好